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济柔 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人权组织吴国界记者 23号发布新闻稿说 他们对中国政府切断西藏和四川青海藏区 与外界联系的做法感到震惊 所有的媒体报道都被禁止 吴国界记者表示 自从去年3月以来 已经有至少15名藏人自焚 外界对这些自焚事件 以及最近出现在藏区的其他抗议活动 所知甚少 中国政府不仅禁止外国媒体的报道 还通过官方媒体发布藏区的虚假信息 该组织还说多名藏人记者、作家最近被捕 河南省方程县的警察王军生 22号在该县检察院内剖腹自杀 目前伤情不明 检察长表示 王军生涉嫌犯刑事罪 为了保住警察职务 曾经多次鼓动家人闹事 但是据大河网报道 今年39岁的王军生从2005年起带领村民上访 抗议不合理争递 得罪了从村到县的各级领导 2009年当局逮捕王军生和几名朋友 控告他们涉及10年前的一宗斗殴事件 王家表示斗殴案早已和解 当局10年后翻查是为了报复 广东省惠州市一家美资企业的1000多名员工 星期四发起了罢工 工人不满资方扣除两成半的年终奖 并抗议与另家分厂的工人同工不同筹 美资惠亚集团下属位于惠州的 美瑞电路有限公司 农历新年后 工人的期待的年终奖发放数额 仅是月薪的75%被扣除了25% 工人不满发起罢工 由于罢工只在厂区内和平进行 警方并没有介入 全国两会3月5日即将节目 当局的戒备已经展开 据海外的博讯网报道 天安门地区警力加强 南战地区开始有步骤清查上访人员 动用武警参与在南战二楼后车大厅清查 据悉对于露宿街头 投诉小旅馆的访民 近日将展开大规模的清理 各省市赋京保卫两会的解访工作组 已经奉命陆续进京上岗 今年是台湾228事件65周年 台湾的总统马英九 星期五参加了228事件司法人员受难者纪念特展 他表示228事件已经导致众多台湾精英受难消失 政府绝对不能抱持轻慢态度 应该努力还原史实 继续教训 全力避免事件重演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被问到政治改革问题时表示 因为中国太大民族太多 还需要对社会发展的问题做一段时间的观察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前夕 赵启正24号上午和中国境外媒体查序 赵启正表示政治改革 特别是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要某个地区先实验然后推广 这不行 政治改革是要全国整体推行的 这是政治改革的特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济柔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